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加州一项新法近日生效 自2023年1月起 民众只要在安全情况下 横穿马路属于合法行为 不会被警察开罚单 这项法律规定 即使民众没有走有人行道的十字路口 横穿马路在安全的情况下就不算违法 不过新法律下在合理判断下 一个人在可能被撞的危险情况下过马路 警察还是可以给他开罚单 在彭博报道 世界首富马斯克致函推特 提议按照原先协议 以每股54.2美元价格完成收购后 推特的股价惊天大涨 这项4月达成协议的440亿美元交易 在经过数月传送后渴望尘埃落定 收购消息传出后 推特暂停交易5分钟 之后在股价大涨18%后再度暂停交易 马斯克一直在寻找证据支持其指控 及推特对用户账号有多少比例 实际上专发垃圾讯息或根本是软体机器人 以及推特为成长而采取的重要措施等方面 涉嫌误导监管机构和投资人 推特公司控告马斯克违反协议 想迫使他完成440亿美元收购交易 正大力寻找相关资料或证据 本案预定10月17日 在德拉瓦州恒平法院开庭审理 为期5天 俄国总统普廷发言人佩斯科夫今天说 俄国将等待乌克兰现任总统 向泽连斯基改变态度或等待一位新的领导人出现 然后才会恢复与基辅的和平谈判 泽连斯基4日稍早签署一项法令 宣布不可能跟克里姆林公当前理袖普廷谈判 佩斯科夫说我们现在正等待现任总统改变立场 或等待会为乌克兰人民利益改变立场的 下一任乌克兰总统到来 诺贝尔物理学匠由阿斯佩克劳泽吉塞林尔等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 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的实验 贝尔不等世纪量子资讯科学等方面的突破性贡献 75岁的阿斯佩是法国物理学家 任教育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79岁的克劳泽为美国籍专研量子物理 77岁的塞林格为奥地利量子物理学家 三人将评分1000万瑞典克朗 约91.7万美元的奖金 媒体报道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指 预计美国政府将在本周稍后公布新措施 限制中国公司获得高效能运算技术 目的是切断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渠道 白宫及商务部证实没有回应 知情人士指 继前总统川普政府打击华为之后 预计将有很多中国公司 政府研究实验室以及其他实验 面临与华为类似的限制 报道至华副业计划 限制对华出售美国制造晶片 用于超级运算及数据中心等项目 至于有关限制 最终可能会抑制主要学术机构 阿里巴巴及腾讯等互联网公司 获得建设数据中心和超级电脑部件的能力 请继续收听新闻快讯 找我新闻的这些动态